現在教大家如何在 Windows 下載和登入 Rainbow One 首先請在 Google 搜尋 Rainbow One 點擊 Rainbow One 網站下方下載的位置 再點擊 Windows 下載安裝檔 EXE 檔案下載完成後 保留檔案和打開檔案 如果見到這個提示請按執行 或者按完其他資訊然後再按仍然執行 如果見到這個提示請按示允許變更裝置 選擇安裝的位置之後 然後按安裝 按完成 好了 現在整個安裝程序完成了 請按一般登入 輸入屬於你自己的戶口名稱和密碼 然後按登入 恭喜你!你已經成功登入了 在這裡可以看回學校的名稱和學生帳號資料 亦都可以檢查網絡的情況 如果見到綠燈代表信號良好 如果黃燈或者紅燈呢 網絡情況比較差 可能會影響使用的效果 多謝了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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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